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下散动问题啊 这散动问题嘛,又讲相见,讲什么的 其实在中国啊,相见的老鼻祖 你绕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艳阳初 后来呢,跟他有关的,还有梁素鸣什么的等等 而艳阳初呢,时间是最早了嘛 那艳阳初呢,现在其实有些媒体啊 就把他宣传的非常的高大上 包括呢,平民教育之父啊 二十世纪十大伟人 好像呢,中国人都没太听说过 他居然呢,位列十大伟人 后来也有人扒了,他这个伟人怎么来的呀 他实际上就是不知道的,一个不知名的杂志评选的 那十大伟人里头呢 他跟爱因斯坦并列什么等等 然后他的试迹呢,也不是什么相见 他最主要的在里头的试迹啊 说是发明了一个什么汉字的处理系统 那听起来的话呢,倒是挺有时代感的 好像敢超王选了 那个时候的话,他当然是说十大伟人 那时候还没什么计算机呢 而且呢,早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各个农村啊 搞各个的相见的点 相见的点里头呢,资金哪来的 资金呢,各种NGO啊,各种教会组织啊 给他支持嘛 然后呢,你搞这个相见啊 说是呢,在这里头建设团进行什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 这个相见呢,也是基督教啊 或者各种势力呢,对中国的渗透 这等于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吧 而且呢,燕阳出啊,给抬得那么高 那当然包括他后来呢,对菲律宾啊,印尼啊 等地方呢,也搞所谓的平民教育 他关键是什么? 你别想看他的平民教育 他平民教育关键是这个弄什么教育官 你看我们三宗专家也在说教育嘛 前面我们也跟他说了 他一说起来呢,你看中国的教育就是 你什么采缝刃机的工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你搞这个高科技的这些教育都给美国人培养了 当时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最好呢,你最高端的,顶端的,不要 都是呢,教育点采缝刃机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美国他们没那么好的 就算在当时的相见 他也不是说给你教育去采缝刃机啊 他实际上呢,在当时这种相见呢 就是要在基层松土 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基层 它进行影响 影响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推广基督教 你可以看看这燕阳初的背景啊 都是教会学校出身,各种基督教的推广 而且呢,他后来呢,是极其的反共反华 而且燕阳初的背后呢,有巨额的资金 为什么呢?你当时啊 不是你老说美国要把赔款给中国 赔款什么援助给中国,给中国进行教育吗? 你说精英教育吗? 他这个基层教育他干嘛呢? 实际上在推广基督教 然后呢,在这个国民党往台湾跑的内战期间 美国其实还有一个燕阳初法案呢 如果你仔细去找啊,燕阳初法案 给了他呢,非常多的钱就是搞教育 说的好好听 你要把美国当时提出的和平演变放在一起 就是他的教育和和平演变是什么关系 再往下发展呢,他就知道了 那么后头就是颜色革命是什么关系 他这样的一个平民教育 在菲律宾啊,在印尼啊 其实当时呢,也是前线 因为当时中国呢,人家说中国输出革命 中国呢,在那些华人社会搞的什么 有那个非共啊,印共啊 那个输出革命 他实际上呢,是在基层啊 就是跟共产党斗的 你要明白这个里头的背景 所以美国人给他很多钱啊 他把着这个平民教育 后头又有教会 最后呢,改变你的信仰 这个意义多大呀,对吧 教会支持 所以呢,艳阳出这个事啊 一到改革开放 中美缓和,好多事呢 你不好像以前那样 当中反革命特务那么追了 当然人家有些地方就死灰复燃了 有机会了嘛,你找到了国内的代理人了嘛 艳阳出他原来这机构的 原来这些NGO的 人家老扣我个帽子说 拿了什么什么洛克菲勒啦 什么这个共同基金啦 拿个什么的 当时我这么很讲 艳阳出的这机构里都有 所以某人呢,拿着NGO啊 不光是这个福特的事儿 大牌NGO的基金都有 包括呢,你像美国长老会 美国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给他做的这个平台 什么都有 然后就搞起来了嘛 还有个著名的张某英 什么等等等等 也在那认职嘛 原来就是艳阳出的 后来这边认职 在中国呢 也搞起了所谓的艳阳出啊 要相见 相见嘛 里头是要做学校 学校里宣传的呢 到底是什么 对吧 好像是你农民受了掠夺 要如何如何 工人呢 你干什么的 你都是在掠夺我 什么等等等等 这个事儿啊 跟传教差不多 你要搞明白 基层松土跟传教差不多 搞了这样的 所谓的实践嘛 对吧 这个里头拿着NGO的钱 拿着美国教会的钱 拿着艳阳出的钱 所以他艳阳出给弄得很高啊 但艳阳出当初是什么 那就是美国人给他钱 给中国呢 搞和平演变 搞基层松土的人嘛 现在呢 某人给记出来了 当然我们党对这个情况 还是清楚的 了解的 所以呀 有关的这个所谓的相见呢 就干什么的 以非法活动的名义 就予以了取缔 实际上这个事儿 是被取缔的 现在呢 你看嘛 就是西方的控制的 这个网啊 对他的负面的 就全都弄去了 好像是说呢 只是做了一次 失败的尝试 这可不是失败的尝试啊 不是说尝试给农民怎么样 是尝试呢 给我们打基层松土 结果呢 失败 就是这么回事嘛 对于这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啊 实际上是非常那个残酷的 所以你在这个华北的农村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华北的农村 其实基督教渗透的非常厉害 基督教渗透到里头是什么概念呢 就很多很穷的地方 都是信阳教的 信天主教的 然后呢 真正的话呢 你说起这个义和团来 怎么呢 愚昧啊 什么什么的 你就是看看圣经 耶稣有好多神迹呢 那你要是说呢 把耶稣的神迹和我们的大神 民间大仙的一些行为 那对应对应就可以了 怎么去说的 怎么去写的 当年义和团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反阳教嘛 对吧 当时洋教里头藏无纳垢的 什么等等等等 然后经过这一次呢 当时是教育了很多民众的 就民族凝聚力 对于这个洋教 在这些华北农村 怎么怎么着 而实际上在华北农村 这个洋教 对中华文明的那个进攻啊 一直没停止 后来呢 人家就好听了嘛 你公开了 不好说基督教教会的 什么什么的 他就可以说是相见的 现在呢 这个相见当然也有目标了 那就对着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啊 你的这个相见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呢 团结了相嫌 对着我们党的基层组织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前面也说了嘛 一些文章写了 这个村支书可以不要了啊 不要村支书 不要什么等等等等 他写这文章的时候呢 就是搞他这个相见的时候 你要明白他相见的 毛头指的谁 在这儿里头呢 基层松土在干嘛 这个基层的斗争呢 比你想的激烈 不光有搞农民的 也有搞工人的 有搞什么关心弱势群体的 这些人打的名声都很好听啊 抓的呢 都是你社会痛点 但是呢 他想起到的事呢 居心并不是那么好 像原来呢 就一直反共的这么一个基金 现在呢 就给包装成了平民教育了 什么等等等等 我们党当时呢 有些个认识问题 一般觉得 当时有点什么嫌疑啊 有点成分不好的 混之呢 有点特务嫌疑的 什么的这些人呢 又不太那什么 包括呢 后来文革结束后 中美关系好了 那本来是美国特务的 也不好抓了嘛 或者不好意思抓了嘛 然后怎么办呢 弄到非要害部门 咱们党看来呢 什么是非要害部门呢 在当年啊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农业 觉得非要害部门 你们去一去吧 结果希望这两个部门呢 非常重要 所以这些人呢 在这两个部门 渗透的很厉害 然后呢 再搞出一些政治正确的 好像是政治正确的相见啊 关心平民啊 关心什么呀 现在就是基层啊 给我们党松土去了 这个事啊 比大家想的呢 其实要严重的多 这个事呢 大家都看一看 也就知道了 搞的这个非法活动啊 都是干嘛的 有些时候搞三农的 非法活动也没少搞 而且这种呢 非法活动这种问题 它从来啊 现在这种有关媒体呢 是给你掩盖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 看得更清楚一些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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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